讲实话 很不容易啊 看看接下来吧 看一下第一局的BP 卡尔玛依旧是班位 位已经被摁住了 这有点针对玉宇啊 玉宇也可以算是自己凭自己的实力 把这个80%胜率的位打上班位了 没错 还有今天我想看到就是刚才咱们在聊的卡萨丁 到底双方是怎么来搭了 这个英雄强度肯定是有的 关键是怎么配阵容 但我想提一下 京东虽然刚才这个吞马也说了 他们的选取率特别高 但是卡萨丁在他们队内的胜率 只有25% 主的就是昨天 但是 对 就有时候会有战术自信 先开出了赛娜 那青钢影 青钢影炸弹人 杰斯尹班了 青钢影炸弹人其实还留在外面 这些是比较常规的选项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对于京东来说 青钢影他们有了应该是会拿 但是我在想 武器是一点 卡萨丁这俩都在 有没有可能做一个选择 青钢影还是优先级更高一点 其实武器这边NOVA的班位挺考究的 就等于说三个OP里面还能够再剩一个给他 没错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版本要应数OP英雄好像并没有很明显 但是强势英雄很多 这是现在我们现在打的这个3.3B比较有意思的点 哇 武器赛娜要给到同一边吗 还是选择了老康特位的 就是康伯位的青钢影和加弹人 如果武器拿到的话 对于NOVA这种散大体系极缺的后期 是可以来做一个保障了 然后再带上一个加利奥 同时拆一下对方的加利奥 青钢影极格斯的一个铁三角 这一手还是比较好 而且还能够有个跟进场的加利奥 这一波给的就有点舒服了呀 看一下NOVA怎么想 还是说自己有其他的储备 武器我觉得该拿吧 武器拿的话接下来打也不管是上王僧 还是上什么赵姓这些 对啊 甚至有一个点黄紫 都是不错的选择 所以这首拿武器确实是个很好的 这个没有必要考虑 那这前三首给的 我觉得是有点太舒服了 京东反而拿出了目前版本 其实有一点陷阱的飞机 胜率才33点几 对 但是飞机配合上 这极格斯加青钢影的话 在第一波团战里边 还是有机会来产生奇效的 而且poke上还很痛 这个poke型的双C 但是现在京东这一边 突出这个阵容略微有一些脆 NOVA这一边的话 现在欠缺的是前期的节奏点 是的 那我感觉像是中路英雄 不断地给针对 确实现在NOVA就没有出的 还是双C这一边 对 这两天比赛的话 年最近在中路玩刺客 玩得相当棒 嗯 但节奏已经是被抬上了班位了 看一下怎么选择 瑞文 鳄鱼 这一些上路英雄 要不要选择去摁一下班位 现在上路太多了呀 可能是针对不完的 针对到落 但是如果针对落的话 对方还有九桶 加上杰格斯的这个体系 来适配一下 还能补充一下前排 同时再多一个开团点 哎呦 哇 雷欧娜嘛 这是有备而来 感觉有新套路在 他要是说3.4 大家现在玩这个版本 我还能接受 雷欧娜 刚刚又增强了 但是3.3B这个版本 还是没有那么猛的 强开 就要一手强开 把这个主动性拉满 前期就想要直接结束比赛 因为如果拖到后期的话 又有武器 又有赛纳 再来一手剩 宝中宝中宝中宝 这什么意思 武器又去打野了吗 我感觉有点这个意思 也可以 因为在赛事初期吧 包括之前的授权赛上 其实还有个别队伍 拿出来过武器打野 我天呐 这孟茴几点几啊 这是孟茴WRLE吗 对 盖伦走中会更合适一点点 但是会有一点缺少AP伤害吧 他这个阵容就是要尽量拖了 拖到武器起来 京东这边的话 确实输出是很多样的 所以在第一波团上来看的话 就现在来看 京东可能会更领先一些 但是另一边毕竟是龙啊 猴子 可以 猴子打野了呢 就青钢引引单人路 也可以 这个看起来其实是比较不错的一个搭配 但是我还是比较忌惮 就是说龙又拿出了这个野盒中的野盒 而且由塞纳家里要剩三个人去保一个武器 对 这个武器很难杀 而且很肉 整个阵容三个肉 没错 所以对于京东来说 他这一把考验 就是他的团前的poke 能不能打出好的效果 不能直接开啊 这直接开 左边阵容太扎实了 主要是这个曙光的选择 其实挺出乎我们的意料的 感觉是不想要跟塞纳在下路去赖线 不想给对方这个回复的空间 直接指上去就开一波 对 因为当时其实我看到左边阵容的前几手拿出来的话 冲点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九筒的一手反手 我觉得反制效果还是不错的 对对 但是雷欧娜一起 杀心来了 想把节奏掌握在自己手里 我不打反手 没错 这是为什么我们在之前聊啊 像包括螳螂这些 为什么不好赢 就是因为大家在聊石像鬼吧 那下个版本是有一个巨蛇之牙 能破盾了 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版本 前排才是正义 坦度才是联盟 哎 没错 而且我们现在也说石像鬼联盟 对吧 对 当然我觉得如果说要给这一局 一个那种小故事的话 我建议是给到龙 谁说野河没有故事 可以 你这是坐在几桌台子上 承担了导播的任务 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讲 包括我和永浩 还有和吞马 就一直在说 其实野河现在统治力真的已经下降了 但是武器给到了龙的手里 再加上三元大将给到宝牌 给到这个发育的空间 今天我是感觉龙要为野河 在当前版本重新证明一下了 确实 最近大家在玩的这个牌位啊 是上中会更厉害 但是在真正的 在往后 让这些队伍磨合一下 完全打三点四版本的话 那么双人路随着辅助增强也会强 所以这个版本 大家且看且珍惜 这个版本的打法 这应该是最后的一波了 是的 好 来到第二局 BO3的第一小局啊 我们今天的比赛 要赢下这一局过后 才能够来到最后的五枪争夺 是 双方在出来的符文方面的话 是没有太多区别的 中路像飞机 然后打盖伦这种的话 一级不一样的是 不用学灵光炸弹了 学一个格林机枪 这样的话更容易耗血 是的 而且格林机枪 它本身自己还带一定的 这个破甲效果在 刚才下边的这个条 都爱看到了 格温 大家这两天玩没玩 我昨天第一把打嘎啥 然后我的队友送光了 原来也还有后班剧啊 而且除了这个格温以外 像什么峡谷制造器啊 之类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其实也都是很多 新的花活会出来 是 很适配 那么回到这一局啊 像极格斯加雷欧娜 但是这个组合的话 其实我想了一下 雷欧娜到了2G以后控住 极格斯直接来一个 什么地带暴火炸回来 其实也是有一定的 线上击杀的可能的 他就是想要这个致命一击 就给到控制拉满 然后解决掉 对方的关键位置 但是对方的关键位置 其实尤其只有一个 要么武器或者是赛纳 江湖救济 快来帮帮赛斯欧币 赛斯欧币还差15公里 抵达莫干山 解说老师 哎呀 你说这个应该 快来帮帮赛斯解说 我反正现在已经超了20公里了啊 是 赛斯欧币老师 发布女团舞可向我租解 行 然后这局的话 京东啊 要看一下 他在前期的节奏上 好像是想直接往下靠啊 不想给河蟹 这里左边给到一个数据啊 其实龙整个的生物时间 两分二十几秒 没想上 那这一波的话 通过打掉了龙的闪现 逼回家来适当地延缓一下节奏 那也可以吧 不然的话 这个耗河蟹时间就太久 是的 但现在这个时间点 因为说各种资源都没有刷新啊 这个时间点交闪其实也还好 来帮这里被发难 隐妇差一点点距离 这波如果禁锢住的话 就太危险了 主被动开团来说 NV这一边的数据是比较持平的 注意一下 刀可以来了 再等下一个值 哎呦 并没有选择出手 很小心 对于诺马来说 他们要养武器这一个点啊 其实前期一般来说是给的会比较紧身的 嗯 我觉得NOVA这一边吧 最近的一些不一样的点 是REMAKE的游走频率变高了 嗯 尤其是拿到了赛纳 其实几个线不断地去叠魂 也可以发育得很舒服 是的 这把的话前期基本上是无法产生碰撞的 这个和双方的打也是有关系的 嗯 左边武器就不用说了 圣医熊还是要去刷的 然后右边的话 猴子虽然有一些的击杀能力 但是你看一下NOVA现在打的是非常小心 不会给机会的 感觉看第一波团吧 第一波团气京东这个阵容挺有说法的 一来他有飞机的炸包 二来是刚才团马所说的 这一个烈日要斑 然后再配上一个定点爆破的炸弹 说不定在团战当中是有这种奇迹团的可能性的 第一波是一波水龙 哎 这只是一波好险啊 没有什么后续 第一波的话是一波水龙 正好是符合双方的向性啊 京东是可以放 然后NOVA是可以来换 那看看是不是用个玩法了 是的 但是有青钢影所在阵容 包括说有这个武器和圣的阵容 其实我觉得对一先锋的渴求都挺大的 想要很快的通过推塔 把自己的关键位置给扬起来 关键是面对吉格斯吧 两边都要抢这个先锋的 因为有吉格斯这一边拿了先锋 可以来快速拆塔 同时保证自己中塔的安全 那对方同理了 吉格斯在中路坐着 你太难拆了呀 想嘛 就Remake这一边的这个游走 也是直接来到了上路啊 感觉两边 作为这个辅助位 或者双人路位置的交换 都对这个先锋是有点想法的 对 当然这个也是和现在的版本墙是有关系的 因为这样也说了 现在的上中是非常重要的 中路先过来抢一波线 都现在死捏着技能啊 要为五分钟那波团山做准备 对 就看哪边能够抓出一点效果 逼一下对方关键位置的这个大招 或者说双招可能会有胜算一点 这波有上的机会吧 不敢上 现在这技能太宝贵了 这个时候如果甚再摊一点线 多好一点的话就要动手了 这波击杀的话 只可以卡一个对方 这个小龙的时间的 现在京东快速的不停的在压线 这波压的话 就是要给到自己有一个回家 提前做装备的时间 拿了这个时间差 可以来出来抢占视野 这点还是挺重要的 武器刚才已经优先回去了 回去调整完过后 现在直接是往水龙坑这边去走 对 这个一方面刚才给大家聊的 现在的战队向性 另一方面就是 这养武器养后期嘛 小龙肯定是最重要 这挑战进来的呀 清光你直接看到了 要不要锁 后排队后也不远了 果然 周团队直接锁住 但是有慈悲剁魂落 落了下来 后续嘲讽反而逼掉了 Lemon的一个闪现 这嘲讽的威胁太大了呀 这落的事年必须得闪了 万一出来要出事啊 而且Lemon的这个双招 此时都已经交掉了 感觉龙这一波 你说会不会有点勾引的意思在 但是剩的大招也没有 对 接下来的话 对于武器的进场也是有明显的限制的 是的 就说看到了 都可以上来 卡住四人 有摄像鬼 很肉 踩着果实 跳了下来 上边飞白 卡住三人 再捣弹包 分割战场 配合队友 但是龙肯定是给逞接抢掉了 这都行啊 哎呦 来萌 有点凄凉 不想放对王走 狗鼠穿来发现 打不过 哇 这真的是有点难受了 飞机架包 我个人觉得已经是封得非常完美了 隔绝了无数人 但龙是踩着那个火 就烫着脚过去 硬是拼尘 把他给沉下来了 哎呦 龙这几次的比赛啊 他这个抢龙是真的夸张 他不会叫龙 中路 注意一下 很危险 很危险 压一下炸弹人这里的位置 但是 好在是让京东拿到了这条先锋 看他能不能够通过这个先锋 把萊姆这个位置养一养吧 嗯 其实双方都可以接受吧 嗯 京东的话 毕竟刚才也聊过来 有几个死嘛 先锋只要保住的话 现在节奏其实 还是由他来掌握主动权的 是的 然后反观 罗瓦这边的话 后期成长 这个回复这个点是保证 现在的水龙 不是像原来吸血的 他现在是一个回复效果 移动泉水嘛 可以看一下这一波 飞机其实过了格林机枪 先猛扫了一堆 然后骗一下位置 然后再滑下来 哇 龙这个位置 他不断踩了炸包 他还吃了一个柠檬炸弹 龙本来他正好是要跳飞机 然后呢 随着飞机下去跟下去了 本来下面是没有目标的 哈哈 萊姆那一追真的是气啊 你别想走 明显看 你还我的龙 那一气 那一跳明显是气着了呀 火气上来了 顶不来 还想跟吗 嘲讽住了 但是坦度还是比较高的 打的是一个辅助 来猛分割战场 玉玉这一波残血拉开了 再来大浪天宫 配合队友 斩杀对方加里奥 后权上跟 粘住了 五人输出 全部灌满 再跟勾锁 顶强卡住 五人击杀 直接换了一个零换四 这一波这个先锋团 大获全胜 还把中一塔也给拆掉了 没错 中一塔掉得太早了呀 七分慢掉了中一塔 那对于NOVA 现在赛纳这个双战中的话 影响还挺大的 是的 感觉赛纳又肯定要换边 考虑一下了 这波郁郁的发挥 非常到位 关键一开始 你看他开的是一个 有十项鬼的辅助 对 而且嘲讽到的两个 都是比较肉的人 对 然后你看 拉网这个时候 一分割战场 只能回来救了 这一救 没办法 粘着这一转 只能说是自己去保人 然后献祭了自己 一则这个位置 其实没有必要去回头 猴子你看他 刚才那一口 回血回得多夸张 猴子就是这样 就是团战中掉的血 没有ED是自己的 都是吸别人的 对 自己定海神针的回血 然后神分的吸血 各种吸 但看了一下经济差 主要的经济差 现在在青冈影那一侧 下路有点想法 又要动吗 但是这一波是在塔前 对我第一次人没有跟上 自己反而有些危险 蓝某这一波是有点上头的 但是有战术防扫 打出了减速 不过随着队友赶到 当天空卷起两人 后续伤害还够吗 有加量英雄登场的掩护 后续京东也只能退开 不是 妹个好能奶啊 关键的两个一技能 把自己两个队友 全给抬出了这个生死线 打得比较耐心啊 双方的第一局的尝试 能够感到 细节还都是拉得比较满 也看得出来 GDG其实现在 挺想要继续去滚动 自己的优势 这一波是想运用 猴子一技能的 这个攻击距离 来给到Timeless的GDG 一个直接定点 包括拆塔的机会 但是Nova这边 补防和补的 还是很不错的 但刚才看了一下 经济面板啊 其实现在主要的经济 差距2000多 都集中在 蓝猛和伊泽之间 当然这跟他们的 英雄属性也有关 主要是龙 现在的经济发育 是完全没有输给对面的 这是最关键的 对于Nova来说 龙这边是一个 6300的经济 几乎持平 正常发育 但蓝猛这个点 其实还要养更久 又来了 猴子来了 飞机直接闪现跟进 后期上还够吗 猴子也闪现 这个时候再来一发 平A加A 拿下人头 伊泽这一局 承受了太多呀 强行把下塔 也可以扒掉了 京东现在贯车的思路 就是完美的把 预见胜就抓胜 思路贯车到极日 预见谁就抓谁 但其实这个思路 到目前为止 10分钟左右的时间 我个人觉得 还不完全够 因为NV是完全的 一个后期阵容 只要说武器 没有被彻底拖垮 就还有说法 没错 但是武器现在 虽然是零跟二 但是经济 7100还是相当不错的 因为我们也看到了 太多次 曾经阿龙的武器 队伍在劣势的情况下 靠着一手 自己的经济 起来以后三件套 然后完成翻盘的 一个表现 今天感觉到 NV就是想要把 这个野核打到极致 前面的BP 其实就看得出来了 对 这也是刚才我们聊到的 这个队伍 他现在其实更喜欢的 还是野核 没有英雄的情况下 怎么办呢 强拿武器 今天也看到 他们一个解决方法 但是效果 还是要看一下这一局 京东马上要拿下 第二条先锋了 那这样对于 他们整个上路的推进 也是跟我帮助一些 这条先锋拿下来以后 小龙马上刷了 接下来小龙再逼一下 第二条龙 是很有机会空下来的 土龙诞生了 对 因为左边现在 其实真正这个阵容的 输出点就是武器 但是武器还没起来 如果京东再拿到 土龙的话 现在版本土龙 可是加双抗的 这个的话 其实对于 NV的一个中期输出 还是限制挺大 这个龙坑 刚才包含 莱蒙太多的火气 刘娜大招空了 会不会是一个伏笔吗 NV这边 国家是渗手大招的 但是莱蒙已经 大招做了下来 找的是年 后期英雄登场 在座保护 卷起了一个甲猴 看一下龙的位置 要进场 但是只运到一个Doki 伤害不够呀 现在龙 龙还有十张鬼 这个时候直接是侧面跳开 但是依然被猴子 一发一技能 收入囊中 后续还想跟 直接隔墙过来 大招给到了飞机 但是飞机还有护盾啊 没有伤害呀 罗马这边 感觉要达出个小团灭 再来一发精准礼 完成收尾 不是小团灭 是整个团灭 Ace 关键先锋还在呀 这下路放出来 这个时间是下路高地 拆了呀 这不是一头的问题的 你看吉克斯 他现在是不放定点爆破的 就是等着直接拆掉的 感觉高地塔这边 能不能保着小撞一下 我觉得有机会吧 来得及 再给一个定点爆破 快一点 这个得补两刀的 没有人补球稳 也行吧 也行 对对对 够了够了 这波青光影不走的话 上去A两刀 是能够拆掉的 好感慨呀 主要是青光影 现在这个发育也非常的顺啊 对 龙龙就没移进去 先是晕到了一个Doki 感觉没有什么用 郁郁过来两个肉 把龙直接夹在中间了 本来加里奥和赛纳的大招 都是要给武器的 但是武器还没进场 大招全部给了盖伦 导致接下来武器进场 你会发现没有人能保他了 是 哇 有来了 无处可走 现在12分多 人头比已经到了12-1 对 而且小龙也是双方各自一条 但是经济差已经来到了9000 可怕 关键这个里面有很多的经济 使在青刚影身上的 这个英雄后期是可以和武器 白白万的的 上楼又来了 直接大招卷起两人 但是对方直接是双船 送大招落地 这不想反打吗 但是有大招天空 踩出还是比较够的 非白一丝尔血 虽然吃了盖伦大招 但是依然过墙跳开了 随着Doki赶到二追三 龙又倒了 没办法 Remake也相继殒命 猴子双杀 后续还想跟 伊泽这一波是有十项鬼的 但是又被止住了 予以再等自己的下一个腾云突袭 但是距离差了一点点 只能撤只能撤 其实现在看得出来 龙这个位置 哪怕继续去拖 可能都没有时间了 压力还差最后一下下 有一个位移走掉 在加里奥看青刚影 青刚影都不理他了 对啊 就连技能都不太想放 对啊 然后下路二 这个下路高地拆了 上路二塔再一拆 这一波打完 经济差又拉大了 应该是三千左右吧 现在对于龙也是无限的针对 上去之后直接赚起来两个 没办法 这波其实NOVA的支援 没有什么问题 关键就是经济差 打不动 跟英雄属性我觉得有一点关系 就现在他们这整个阵容啊 就没有发力点 还没到他的发力期 京东前两天输的 昨天输的也是 前期没有发力的阵容 一样一样的 就英雄虽然选的不一样 但是玩法是一样的 对 之前他们保的是谁 保的是青刚影加上那个卡扎钉 还有几 所以说这个版本真的 不能够完全玩那种 纯粹保大盒的 大过期的这个点 一定要前期要有发力的东西的 武器现在将将是一个两件套 但对方猴子的死武和石像鬼 已经全都互抹出来了 是的 这猴子接下来血越打越多 这一波想找青刚影 一座通牒规避一下 但是还是被反击风暴 晕住了 三大再来一个盾 不想给到 来往一个反下的机会 一则一丝血 再拉一刀一技能 有了盾了 给到了武器 终于有个收人头的机会 很关键很关键 而且这可是Lemon的头啊 大头 对一波狠狠的补给 这一波以为已经回去了 距离差一点 是的 但这个会不会成为 这一个故事的临界点 机枪能扫到吗 差一点 你这想的有点多了 格林机枪这个位置要扫到 出事了 那龙刚才已经吃到了 Lemon一个非常肥的人头 有没有可能 这会成为一个转折 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这个 希望是有一点点渺茫的 但是武器其实现在已经 你看一下 三件了 三件套 对吧 已经来到它的一个发力期了 而且这把也有支挥默认嘛 对于这两个AP伤害 也是有一定限制的 双buff加深 嗯 这里如果能开比较完美的一波 给武器再收到一到两个头的话 其实这个局势可以宣布 往回搬了 嗯 不要看现在是一万二的仅仅差啊 这一波是最关键的 这一波火龙团 如果能打下来 并且武器能够拿到人头 对于 Nova这支队伍的武器 我们可就太熟悉了 对 对龙这个人物可是太熟悉了啊 但主要是下路的这个门户大开啊 其实是一个挺大的隐患 就下路的高地都已经到破了 这个影响的是一块的大龙 大龙一块的远线 但是对这一波的小龙其实还好 而且主要有一个伏笔 就是刚才骑士龙第一波 它拼尘沉到了第一条小龙 不然的话 如果说现在给到京东手里是两条小龙 那这第三条火龙的压力可就有点过分了 对 就最近大家为什么会听解说们在聊这个 第三条龙叫什么激活龙 因为现在第三条龙简直是质变 第三条龙孕育而生 而且是一个 直接选择去找人 但撞到的是一个多点 对 现在京东这边一定要打好poke的 打招直接左 做通牒再跟 但是找到的是加里奥呀 盖伦来了 赶伦来了 转三个 嘲讽在一笔 反而timeless交出了闪现 而且自己是被黏跟上了 蓝猛这波下墙做掩护 后续大招再斩下来 伤害差一次次 盖伦率先倒下 而正面的话 以色尔写的郁郁 但是撑了足够的时间 可是他倒下的是打野 于这个时间点倒下 阿龙这个位置 反击风暴已经交过了 鸭门经常 先动了护盾 嘲讽一下 后续队友跟上 龙先斩一圆 后续再来闪现跟进 打出选音 再找果子 直接弹走了 但是后续被Doki止住了 这个时候蓝猛能跟上吗 哎呦 再找队友拉走了 弹龙回来 哇 万军从中 取双将手机 这一波两个人头的进战 而且是对方打野倒地过后 双C全部殒命 Doki这一波是想把龙压脱的 但是宜泽很清晰 下来直接拖住 武器是吃完果子回来的 可是没有成绩啊 没有猴子的成绩 想先拉承 但是有勾锁 拉开了 龙还有五千多的鞋 但是右边现在 很难进来 进不来啊 关键是 这一条火龙到手 两条小龙的加持 再加上武器的这一波反打 可以宣布现在的局势 已经开始了变化 对 武器最想要的 一个加输出的 一个加续航的都有了 第一时间特别想找龙 龙拉开了以后 没忍住 直接开加里奥了 但是这一开 你看盖伦进来 完美分割 哎呦 咬命了这个位置 这小落口压的 就是没有耐心的打 包括说猴子 其实玉这一波 倒的也是有点点早的 把一切的这个关键点 都给到了他的身上 对 玉这一波是为了 更多的分割对面 然后给了队伍一个 解决身后盖伦的机会 摇起了花手 龙这两波这个进场 非常的完美 哎呦 一点点血量 再跳 好极限 这个位置 哎 反正猫又好了 很细 这个点燃还差那么一点 对 现在这个情况下 龙已经直接领先 全场来到了15级 没错 已经是个成年的架克斯了 所以刚才我们是在聊 京东这边一定要在团前 打好poke的这个阵容 但是刚才那一波 明显是追的着急了 形成一个前后脱节了 被分割 接下来京东 一定要打得更加耐心 这两天看起来的话 这只补强之后的京东啊 在耐心程度和原来比的话 还有一个需要提高的阶段 但是其实这个阵容的强势曲线 哎呀 压力这个位置被耗了一下 坐 这波找 但是有英雄登场做掩护 不过盖伦已经很残了 盖伦率先倒下 注意一下 在身后 伊泽卡住三人 配合武器 吉格斯先倒了 这波还想找玉玉 玉玉这波是这样鬼 但是好像依然撑不住啊 转身再找飞白 这个时候还想杀伊子龙 好后的盾 龙杀了起来 反应风暴又好了 再跳飞机 胜杀到手 配合闪现后续 再来一棍子 龙这一波杀了起来 这一波打完 直接是反打了一个ace 刚才的故事上演在了我敌人的身上 没错 中路最短的复活时间 还有25秒 这一波完全是有强拆的可能性的 直接先选择把高地破了 可也来得及 对 身后只要正面扛住 帮着炮车扛就可以硬拆掉了呀 那也可以让我们恭喜 NOVA 顺利完成了一把精彩的翻盘 纠集翻盘局 一路被对方连下路高地都拆了的情况下 从武器击杀到对面